脸书上又发表新文章 深陷诈领处理肺风暴的林依景 除了再次感谢大家关心 但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厘清真相 只是这一次法官裁定100万元交保 黄姓主任也被深压 这裁决似乎不清 100万的交保 我想假官 就是有相当的证据 才有可能就是说 这么庞大的金额100万做交保 绿营出来换家国民党影射犯罪 不过摊开01级脸书贴文 底下民进党人士不见踪影 难道绿营铁了心就是要切割吗 他说就是该处理的就处理 树洞就找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严重的先杀 给其他人看 跟在野党也可以交代 说你看我不是只有处理KPR 随着林一锦翻车 他的特处同时过去也曾当过 民进党两届党代表的朱明洪也被踢爆 用家人身份成立三家公司 标下许多台南市府的案子 他没揭露 他是林一锦的特助的身份 换了你的太太当负责人 你的妈妈当负责人 请问你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你妈妈 你老婆 当负责人 不是同样你朱明洪吗 议员林彦柱拿着合合一叠 从秘书处调育的资料 表示朱明洪四年多陆续标下 市政府许多标案 总金额更高达1.9亿 一个办公室的探纹夹 一年可用多少 你可以买那么多探纹夹 你不是在笑死人吗 里面只有他这一家吗 里面密密麻麻 我想好几千间 为什么唯独就是朱明洪 林一锦助理费案被挖出 案外案会不会越捆越大 朝野都密切关注 欢迎新闻五中语装品达 台南7B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